一碗鮮魚湯將近600塊 這樣子你喝不喝得下去呢 有名就到台北市天津街的 一家知名店面 招牌上每樣菜都寫著價錢 唯獨鮮魚湯 只有實價兩個大字 來用餐的網友點了一個乾麵 跟一碗鮮魚湯 結帳時這碗魚湯 竟然要價590元 讓他以為進了黑店 太貴了 我會消費 就先問價錢 再叫 那600塊當然太貴了 有人認為太貴了 但附近民眾表示 這家店的魚是產地直接配送 住附近的人都知道菜色不便宜 至於貴不貴 見仁見智 如果會來消費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還會去查證 說是不是大家都說是這麼貴 這網友表示 這種魚應該是市面上常見的 白肉蒜魚 意味大約200元 就算做成魚湯 也不應該會這麼貴 高達三倍的價差 也難怪讓上門消費的民眾 難以接受 雖然民眾都認為這位網友被坑 不過也有餐廳業者看了照片後表示 這是條深海魚 價格本來就不便宜 就因為菜單沒寫價格 上面的消費者也只好摸摸鼻子 買單離開 只是類似糾紛時有所聞 民眾遇到類似狀況 最好先開口詢問大概價位 免得吃的時候開心 離開時卻是口袋大傷 台北綜合報道 台北綜合報道